由西雅圖臺灣同鄉聯誼會主辦的一百零六年 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敬美熱舞慶雙十 日前在西雅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熱情展開 來自大西雅圖各地區的武林高手們 齊居一堂相互切磋較勁 活動現場充滿熱情和活力 一百零六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敬美熱舞慶雙十 在西雅圖臺灣同鄉聯誼會 會長劉勤的主持下正式開始 劉會長首先感謝僑胞多年來支持中華民國 踴躍參加活動 希望大家能藉由舞蹈培養健康身心 今天由西雅圖臺灣同鄉聯誼會 為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雙十國慶 舉辦的敬美熱舞慶雙十特別節目 在西雅圖華僑文教中心熱鬧登場 非常感謝中心對我們的協助 我們還特地邀請了社區有名的舞蹈老師 來為大家示範表演和教學 節目非常精彩 西雅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明勇 除了歡迎西雅圖武林高手齊聚一堂 也感謝主辦單位惠籍相親 共同慶祝國家生日 接著由陳淑貞與陳其元兩位舞蹈老師 帶領來賓穿旗袍跳起柔情樂曲 曼妙舞姿讓人勾起懷舊風華歲月 還有多首東岸舞曲炒熱現場氣氛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臺灣同一兩年 可以辦的敬美熱舞 留情會長辦得非常好 每年我們都參加這個熱舞的慶祝 我們也是慶祝佛慶 十月十日到了 所以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歡樂 很多就是排舞的社團 像我們曾善美圖社團 還有廣長舞 還有很多各地來的舞友 大家一起來這邊相會歡樂 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非常健身 我今天很高興 好像是第四年來參加 雙十國慶的慶祝的運動 那我很高興就說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我滿喜歡去臺灣 跟跳舞的 臺灣的排舞 然後我剛剛三個月才去過臺灣 還有高雄 還有墾丁 那邊交流的很多的排舞 所以我就發現排舞 運動 我就是我的日式 大家來高興一下 大家來運動一下 大家來慶祝一下國慶的節目 西雅圖僑胞們用動感活力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 沿用卡拉OK高唱動人歌曲 以歌會友增進僑借和諧情誼 臺灣宏觀電視王玉鳳 美國西雅圖採訪報導 西雅圃